把油瀝乾後 隨即端出美味可口的甜點 此刻是12位難民婦女 努力了一個月後的成果發表會 他們在一個月前參加了高點工作室 不過這場發表會是開放給所有民眾品嘗 9月將有一場更關鍵 因為到時來到現場的是 許多當地餐廳的老闆 假如甜點中了他們的意 或許就會被雇用 希望在未來 我會努力在這個 這個社會 填上心頭的高點挑動味蕾 也柔和了意大利對難民的包容性 大利新聞陳英勇編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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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